这里是一个神圣而遥不可及的地方 我觉得真的是人间仙境 这里的人们骑马射箭 每天歌声嘹亮 这里的山上财富遍地 随时给你惊喜 啊 好大啊 会不会破纪录啊 话说获得感 在这个春天里 让我们带您一起走进 圣洁宁静的西藏卢廊 走进春天里寻访新变化 大家好 您正在收看的是 《生财有道》栏目推出的 话说获得感系列节目 我是张璐欣 今天我们要带您去一个 被称为神仙居住的地方 那就是西藏的鲁朗 这里呢是鲁朗镇的高山牧场 为什么叫做高山牧场啊 这里的海拔呢 是足够有三千四百米之高啊 所以现在讲话哈 身上有点激动的时候 就会有点喘 可以看到哈 这是非常典型的高山草店 远处啊 青山绿树 还有就有让 那么进出的就是五颜六色的 小眼花非常漂亮 但是今天高山洞场上呢 正在进行的就是 公布和文化旅游节的 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赛马比赛 骑着马的公布藏族 汉子们一亮相就引起了现场观众的一片欢呼声 赛马在很多地方都可以观赏得到 但是鲁朗这里的赛马可以说是真的别具特色 最大的特点就是赛马中使用的马可都是野性十足 这充满着野性的马可不是那么好驾驭的 从上马开始 对于骑手们的考验也就开始了 对于大多数骑手来说 单独上马是不可能实现的 必须要在方手的帮助下 让马安静下来 才能顺利上马 就是骑着这样野性难驯的马 骑手们还要在接下来的比赛环节中 完成射箭的任务 难度之大可想而知 这种极其具有少数民族特色的比赛方式 令很多的外地游客大开眼界 你好打扰一下 从哪里过来的 我们从广东 广东过来 觉得怎么样这赛马比赛 好有意思 有意思 因为在广东那边没有见过这样的比赛 没有没有 我们那边没有 不可能有 没有草原 没有草原 那您觉得这个高山草原的景色怎么样 太美了 我昨天晚上住在那个老板他们家 我觉得真的是人间仙境一样 不想回去了 不想回去了 太美了 觉得这赛马怎么样 好看 好看啊 哇 你这受着伤害来旅游呢 从哪过来 那觉得过来之后怎么样 看到了这赛马比赛 觉得开心吗 很特别 然后很本土化 但是听不懂在讲什么 就比较尴尬 应该是在四川那边的草原上 也会能看到草原 也能看到马 但是这样的赛马比赛 应该是没有见到过 第一次 那您觉得这边的草原 跟四川那边的草原比起来 有什么区别呢 更大 更辽阔 而且尺碑的覆盖也很好 今天是特意来看这个赛马比赛的吗 昨天没够的 精彩的赛马比赛 美丽多彩的草原 吸引着游客的同时 也丰富了当地人的生活 赛哥 我看您刚才看得特别认真 这些人您都认识吗 都认识啊 您跟我们介绍一下 刚才这些骑手 他们都是咱们卢朗当地的吗 对 就是 就是附近几个村子的老百姓 那这个养马的人多不多 在咱们 养马的人多 我们这边多 每家美国都养马 那您养了吗 养了 养了多少匹 养了个六七匹 六七匹 那最多的话养马能养多少匹 十多匹吧 十一二匹吧 最多的话 最多就十一二匹 对 我刚才看咱们这儿 马这个性子挺烈的呀 这个得好几个工作人员 一块摁着 才能让起手上去 这样才好看 是吧 这位藏族大哥告诉我们 此次公布藏族穆歌节的举办 很受当地人欢迎的 另一个原因 就是带来了游客 有了游客就有了收入 对于当地人来说 真的是休闲娱乐 轻松挣钱 两步耽误 此时 骑马射箭的比赛已经结束了 简单的休整之后 下午又迎来了 很有趣味的比赛 现在正在进行的一场活动 非常的有意思 是什么比赛呢 我先不说 我们先来听一下 我们周围的声音 听见了吗 这嘶嘶的一声 还跟哨子响 现在就是进行的是 射响箭的比赛 就是因为它在射箭的过程当中 这个箭会发出 就像哨子一样的声音 所以这个箭叫做响箭 看一看 藏族小伙子 有一个靶 那么它靶的中间 射了一个红圈 如果射中了那个红圈 它就会掉下来 红圈一掉就意味着 你胜了 我刚才听着这边比赛的时候 这个箭会响 我能借您箭看一下吗 主要是在这个哨头上 是吧 就是通过风的作用 它就会有这种嗖的声音 在响箭比赛中 如果选手没能射中靶心 围观群众会不留情面的 抱一笑声和嘘声 当有人射中了靶心 大家也会用响亮的掌声 来表示祝贺 这弓是不是特别难拉 拉一下吗 可以拉一下 别放手 拉往手 别放空的 我的天哪 我觉得你们每个人拉起来都很轻松 这是我自己打的力气了 不行 真的要拉开 而且要端稳 这是非常非常难的事情 谢谢谢谢 相关数据显示 整个公布藏族木戈节期间 仅仅卢廊小镇接待游客量 就超过了三万人次 游客们大部分都选择了 飞机 汽车等交通工具 团体旅游 自驾游十分普遍 卢廊国际旅游小镇 是广东省的重点原葬项目 那卢廊景区管理委员会 党组书记黄书记 他对卢廊近几年的发展 更是深有感触 卢廊最大的变化 就是我们现在冬天有游客了 以往冬天的时候 大家都觉得西藏会不会是很冷很冷 不敢去 也通过这个旅游小镇的建设 旅游社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有六家品牌酒店 然后这些酒店都有地暖 然后还有些酒店有氧气供氧 然后也通过我们的推广 加上自治区也出台了政策 就是鼓励大家东游西藏 畅游第三级吧 黄书记还告诉我们 为了鼓励大家东游西藏 西藏藏族自治区 还出台了一系列的优惠政策 所有的A级景区免门票 酒店出租车价格 更是50%的折扣 游客们冬天来到西藏旅游 相关的服务设施和人员就一定要到位 为此当地还给坚持冬季营业的商户 发放了鼓励补助 这些点点滴滴的努力 最终都会凝聚成一个东游西藏的新风上 有了美景怎么可能缺了美食呢 正所谓酒香不怕巷子深 当地的藏式美食 更是每一个到此的游客不会错过的 美朗央金是西藏林芝市卢朗罗布村 一名普通的藏族村民 靠种地以及上山采摘虫草 松茸增加收入 听说你今天早上是采了一个特别大的松茸 是你吗 对对 在哪呢 能让我们看看吗 好好好 松茸都见过都吃过 但是这么大的松茸 今天我摘回来的 天呐 看看 真的好大呀 这个我能拿一下吗 可以可以 可以哈 这有一斤多 在哪摘的呢 告诉我们 在那边 我们的房子前面摘的 就山上摘的 我比较喜欢这些山上 我这些药材那些 山上还有药材 四月开始 四月月底就挖虫草 然后七月 七月过了就那个有松茸 松茸挖完之后 那个挖虫草 那能不能透露一下 从今年四月份开始 挖虫草开始 到现在已经是进入到了挖松茸的最好的季节 对对对 到现在我们的收入有多少啊 差不多有八万多吧 已经有八万多的收入了 对 我对这挖松茸特别感兴趣 尤其是你今天那么丰富 那个能带我们上山看看吗 可以可以 行啊 行 那我就去转转去 松茸号称菌类之王 对生长环境要求非常高 土壤必须得是原始森林的复制土 而且要在海拔三千二百米以上的青岗林中 如果低于这个海拔是不会长出松茸的 此次上山踩松茸 真的会十几分钟就能踩到松茸吗 我们在山上又会发生怎样的奇遇呢 大脚菇好大呀 这可以炒菜 这是我见过的最大的蘑菇了 野生的 对 可以炒菜啊 可以炒菜还卖一千一斤 也可以卖 这个要到市场上卖得多少钱一斤 一斤二十多块 二十多块 那比菜市场卖的 这香菇瓶布还要值钱呢 哇 这是好吃 这些 给我摸一摸呗 好 水脸大 像鱼子 真的是 像一把小伞呀 长得真够大的 不是说这蘑菇颜色越鲜艳 它可能就是会有毒嘛 这个颜色我觉得已经很鲜艳了呀 不是 这个可以吃哈 这从小就会饱毛鲁了 然后 好香啊 闻起来 好 我收了 因为我现在放在这边 我们等会又拿上去 这单被人捡走了怎么办 不行 我得拎着 不会的 宝贝 拎着 人家我们挖了这饭的话 人家不会拿来 真的 哇 就是已经 摘下来 就是 已经被人摘下来 放到树枝上挂上 这就意味着 这个蘑菇是有主人了 即使有人上来 看到它也不会拿走 我觉得他们也是 不太喜欢他们这些 他们不会喜欢 这些松柔 啊 因为这个不太值钱哈 对对 这也说明我们当地老百姓 非常蠢虎 我们继续 找松柔 找松柔路上的意外收获 大脚菇 我们刚刚上山就收获了大脚菇 这让我们对于采到松柔 增添了很大的信心 好想 这也可以是 啊 这个可以是 啊 这个好看 这是清干菌 清干菌 嗯 这个好处 它颜色好美啊 松柔没找到 但是我们先找到了很多 其他的蘑菇 每年的七月份到十月份 卢朗的气候与雨水 都酝酿到了恰恰好 各种野生菌在山林间静相生长 虽然上山来的一路上 我们采到了很多五颜六色 叫不上名字的蘑菇 可是松柔却一直没有见到 杨金怎么能看到松柔啊 这松柔一般长在哪啊 就在张露鑫已经有些着急的时候 我们终于有了发现 杨金发现两个松柔 但是这个位置还真的不太好走 多慢一点啊 来松柔 好小啊 好小 我有点失望了 但是我觉得杨金的眼神真的特别厉害 那个在底下 好大啊 会不会破纪录啊 会不会比你昨天骂的还要大 没有 没有 但是好难得啊 这个我觉得已经不小了 这个是宝宝 这是他妈妈 不是他在这个泥土里边买的 你怎么能看得见呢 他有一点那个 他底里那个 鼓出来一点 鼓一个小包包 你就看到了就知道里面有松柔 对 我的天哪 这小哥我给我扔山上扔两年 我都找不到规律 摸不出经验来 还是得跟着杨金一起来啊 那这儿还有一个 就在我们导演的脚边 差点一脚踩了 太险了 这样一个在你屁股底下 我感动了 我的天哪 我们导演他会选位置了 我现在觉得看哪儿都像有松柔 但是看哪儿又都没有松柔 眼睛已经彻底花掉了 哎呦 喂杨金呢 我太佩服杨金这眼神了 大母指甲盖 露着这么大一点头的 小松柔它都能看得到 你怎么就能看得到呢 我怎么就看不到呢 一点点露出了 哦 这个还小 那咱们盖上 今天不挖它了 对 几天就变大了 几天变大哈 那你还能记得住这个位置吗 这鱼的时候 人家挖鱼就是 哦 好善良啊杨金 就是看到一个小小的松柔先不挖它 拿这些枯草枯叶给它盖出 然后呢 让它再长大 谈谈它的意思就是 哪怕即使将来自己不挖 可能将给乡亲当地老百姓也会来挖它 也可以留给别人嘛 听到我心里好温暖啊 接二连三的彩道松柔让我们很开心 可是另一方面 在海拔三千四百多米的地方爬山 也确确实实的让我们体会到了什么叫 举步维艰 真的爬不动啊 哎呦 杨金爬得太快了 我来拉 你来拉我 你就背我 我也不想走了 哎呦 这上山呢 已经爬了将近一个小时了 今天没有特别大的收获 没有杨金采到的那种一斤多的大松柔 只有这么一点点的 哎呦 我都没有信心了杨金 我们能看到大松柔啊 会的 会的 就在我们几乎想要放弃的时候 意外的惊喜出现了 这是什么 这是松柔 是松柔 天呐 我觉得杨金这个会比你 昨天妈当的那个还有大看起来 会吗 开花 开花啊 我又白兴奋了 开花不能吃了吗 可以吃 但是鱼的硬 有点硬 它鱼的老了 不不不 那我们一定要把它采回去 好的 我可以亲手来一下吗 嗯 我可以摘一下吗 我来 哇 激动人心的时刻到来了 松柔 名贵的松柔 还是这么大的松柔 我又把手伸到里面去是吧 嗯嗯 来 哎呀 哎呀 露气臭的 哦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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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根真的好深啊 啊 你要把它整个根都拽出来是吧 对对对 好 听到脆脆的声响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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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不是听说这山上有野兽 我早就大声 尖叫就来了 啊 啊 看 不是特别的 啊 天哪 啊 啊 嗯 这样的毛毛毛续装物啊 就是叫开花了 那开花才会 就是影响口感 口感一定 有一点硬 就是稍稍有一点影响 嗯 其他都没有关系是吧 其他没什么关系 啊 哇 这么大的松蓉 味道 老一点又老一点嘛 松树生的也可以吃 生的可以吃啊 哎 我可以尝一个吗 就相当于把它外皮给它擦掉 对 然后就可以吃了 有泥了 可以吃了 嗯 哇 这个刚刚从土里挖出来的这个味道 特别的冲 特别香 这个还真有点松树的那种香味 松枝的香味 其实松蓉被认为珍贵的 就是这一种独有的醇类所散发的香气 独一无二的松蓉唇和易松蓉唇 那么生吃松蓉到底是什么味道呢 这长这么大 第一回是这么新鲜的松蓉 特别有一点点那种植物的青色味道在里面 但是嚼起来呢 是那种微微发脆 但是呢还是很绵 就是绵中有脆 脆中有绵的口感 这个香味真的是特别奇怪 闻起来呢 其实就是感觉会有这种松树的松香味在里面 但是吃起来呢 这个味道很难形容 总之呢它是微微偏甜的 嗯好吃 我已经在想着了 是不是可以把这个偷偷地吃掉 卢朗的松蓉个头鲜明 杆粗头紧 松蓉的口感也是俊类之冠 生吃脆甜 熟吃嫩滑 久煮不化 此时品尝到了最新鲜的松蓉 让我们一行人疲劳的感觉一扫而空 当即决定继续上山 又发现大的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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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 松蓉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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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叫做功夫不负有心人啊 刚才在中间的时候呢 我们的队友已经想要放弃回到山下了 啊 杨吉姐说 到上面还可能会有大的果不其然呢 哎呀 最好的风景都在山顶 最好的食材也在山顶呢 啊 说实话哈 刚才跟着杨吉这一路从山脚到山顶上 这么辛苦的上来 我们才挖了这么点松蓉 所以我觉得哈 这个松蓉现在卖一百块钱一斤 真不贵啊 要是让我把我今天摘的这松蓉 一千块钱一斤卖 由于卢朗地处四川 云南 西藏 三省区之交中心位置 是西藏旅游的重要交通枢纽 卢朗国际旅游小镇的建设 更是为卢朗引进了诸多的高档酒店 这些高档酒店就是当地人销售新鲜松蓉的主要渠道之一 下身之后 杨吉说他打算把昨天采的一斤多的大松蓉卖出去 于是我们决定跟着他一起去看看 哦 真可贵 怎么样 棒不棒我们的松蓉 太棒太棒 这次我来这么久 才第一次见到那么大 是吗 对啊 看来不是我姑了我管的 这应该是厨师长 来看这个形头 哎 这个真的是太大 他也第一回见到这么大 一斤一两 有多少 一斤一两 你看 一斤一两 加起来 那 一斤八 哇 太大了 一斤八两 一斤八两 太棒太棒 太棒 你们也是很难见到这么大的 这么大个的松蓉 一拿出来就引起了酒店餐饮负责人的惊叹 那么 这两个加起来接近一斤八两的松蓉 究竟能卖出多少钱呢 就今年的话第一次这个 今年是第一回摘到这么大的松蓉 对对对 那平常小一点的话多少钱一斤 小的话 先上次第一的时候一百五一斤 现在我们价格往下来了一点 现在多少钱 现在九十一斤 九十一斤 我两坡这里两斤不到 我给五百块 一口酱 一口酱 好 那太棒 我给钱 现金 上山采摘成了卢朗当地人致富的方式 据相关数据统计 卢朗每年大概能出产松蓉一万两千斤左右 松蓉石锅鸡 黄油煎松蓉 辣椒炒松蓉等菜肴 也十分受到过往游客的欢迎 春夏秋冬四季轮转 央金和他的乡亲们也通过采摘不同的山货 获得了一笔笔不小的收入 除此之外 开办民宿也是很多当地人的生财之路 我们回访后得知 卢朗目前民宿的平均价格是一间一百元左右 随着游客的逐年增多 民宿的数量也越来越多 越来越现代化 央金家的民宿今年就重新进行了装修 以全新的面貌迎接游客的到来 我一年挖重做收入有四五万 开了家庭旅馆有收入七八万 总共加起来我一年收入十几万 我们以前家庭旅馆没有带头的温身间 客人来了之后 特别不方便 现在我们改造了在房间里面带头的温身间 希望更多的游客来到我家里做客 现如今卢朗的美丽和美味都在为更多的人所知晓 在方方面面的推广助力之下 正在大踏步的向前迈进 2017年已经过去了 满怀着如此之多的获得和感悟 相信无论是卢朗当地人 还使外地来此的创业者都对保护生态打造特色经济 振兴乡村有了更加深层次的理解 卢朗已经向民族化国际化正在迈进 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是张璐欣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小和堂实现产业三级跳 种莲藕逆世收获四季台 走进春天里寻访新变化 我觉得这个真的很好吃 真香啊 下期的生财有道 请跟我们再次回到浙江长新 跟这里的藕农们聊聊获得感 是不是很棒